度過冬天 曾曬著生命之眼的惡地 現今仍是能量的居所 其實在嘉義已經生活了二十年有了 對這塊土地的感情算滿深的 我的能源總部在新加坡 也是一間在亞太地區領先的 可再生能源開發公司 從土地的開發、建設 甚至到後面的微運管理 目前總共有16GW的太陽能、陸上風能、海上風能 跟電池儲能的業務發展 Namingos是建立在沸岩田區域的太陽能電廠 目前也是嘉義縣單一最大的民營電廠 這樣的電廠平均一年可供一萬九千戶人民宅去做使用 天光透過雲影倒映在這裡 水面以及光潔的大片玻璃 靜靜承接著全部風景 不再住人的舊址 仍能是守望的家屋 我早覺得曬眼那個時候偶窯還小 在曬眼那邊那邊 現在已經做太陽能了 村裡的移民 就慢慢的生活就改善了 魚跟電視都沒有關係的 魚沒有水車打氧器活不了啊 都需要電 鳥群長大了 這些年從遠方 帶來更年輕的族裔 他們鳴提飛行 雨間戰斗著感測不定的風向 就像在異地嘗試學習新的言語 秋日的水冰綻放一片白花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剛剛這邊剛好 我們不只做綠能 也有做生態 更了解這兩個之間其實是可以 達到一個共存的關係 盡量就是去縮減說 不要因為全部都變成綠能 留了30%的濕地 然後也跟鹽鳥學會試著去 把這一塊就是濕地把它做好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冬候鳥 像大家所知道黑面皮鹿啊 然後高超橫這一些的野鳥 它是會從北方然後冬天來這邊過冬的 這一些野鳥 它其實是有很多不同品種的 而且有一些真的也是很快 在冰嶺絕種的一些鳥類 或許就是這樣了 或許就是這裡 這雅熱帶的島嶼接納過 一代又一代移民 各自帶來熱烈的渴望與故事 像是天光與溫暖 像是河鎮與水泊 鼓鼓熱望閃著螢光 輸入我們盼望的胸膛 我們相信在整個項目的生命週期內 會積極與當地的社區合作 以實現當地社會跟經濟 可以持續的發展 養魚跟氣候關係很大 那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它就會受影響 台北我也度過 貧通台南我都度過 能看小孫妮 看她哭 看她笑 能夠陪她成長 看她慢慢地成長 這是我最大的享受 那我們也希望呢 加速風能跟太陽能 發電在整個亞太地區 結構的一個發展 去因應未來的氣候變遷 以及減緩地球資源的枯竭 做出積極的貢獻 對 然後當然也是一個 跟民眾之間的一個橋樑 那同時也是兼顧著一個生態 讓野鳥這個家 永遠就是不會消失 秋天 又一群天才舞者 就要抵達了 他們將決定 在這片草野優雅降落 在閃閃發亮的水面上 為冬天準備 為明天準備 日復一日 去認真排練一種 更簡單 更美滿的 日常生活